我的問題,當有擔管進入,是大概有4月16號去開選的一些實現 到4月16號已經開選,現在,有1個發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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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發生,4個發生 那觀眾朋友,請問一下,我們看到的過程當中,包括到行政院長,就是崇虧的關係去抗議,然後昨天去接公告,聯名,大約接公主,昨天就在哪裏? OK,那剛剛才提及了,包括蔡維銘,到底不管是世界會啊,或是說包括學生聯盟,希望幫他們跟學生,有沒有一個所謂的體現? 因為待會我們還要再討論學生說,48個學生有的觀眾不太清楚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待會兒可能要請文全文貴的副主委告訴我們,到底48個學生有的發展? 那你們有討論過學生提升問題嗎? 我們當然希望他方面都講了,其實目前說,有些問題也不更好講,就是他方案,你只要經過很多各界啊,專業出來的一個方案,那這個東西可以讓資料去選,所以一個發展? 那,也不曉得為什麼各界不願意接受,如果是說,你不用各界任務,他也是用資料去選的錢力的話,我不曉得為什麼大家可以一直把分析? 好,我們這樣講好了,40%是說剛才教人講40%有多啦,我們總稱40%好了 所謂的40%方案,意思是說,目前的市場的認識保留40%? 對,現在那些認識已經是猜到40%的體積,已經猜到40%的體積,已經猜到40% 現在是要以為,大大就是認識60%的40% 哦,60%以為40% 那你們最希望保存的市場剛才文件會的發展是說,60%裡面的90%,對不對? 對,就讓他又了解說,大家是希望說,在這個熱身的保存範圍裡面,有一個所謂的48跟98的不同 我不曉得,我們在就聽一個主席保存的角度 熱身到底為了絕運發展,是要保留40%還是90%的對方 是不是? 對,去年齁,這個台北市政府呢,提出6月2月呢,百分之40%左右的建立保存數 就是,以暴行專業來對方 最後呢,我想,我們特徵要練的製救會,還有民間的文件團體,就到文件會來參加 嗯哼,那當然,文化資產是文件的核心意義 嗯哼,他們對這個事情也會來關心 爸爸在座的開幕,也會好幾次關心 他們的訴求,就是希望能夠再擴大保存這個空間式,這些範圍 那這個問題也討論很多,譯定也蠻深淨的 後來,我們邀請專家學者,一再做它 他們就提出來說,他到最後呢,就邀請第三者 以公正客觀的,這樣做一公正,來做譯定 所以,我們好不容易呢,就... 我剛才認識這個... 嗯哼,所以我們喔 他就進到一家,英國呢 他來做捷運的技術這樣的公司呢 就新路公司啦 他是台灣的分公司 大概一百多年的歷史 他們要幫忙做這樣的評估 是 那當時的評估大概有四個方案 第一個就是,到學生院被查的 這個... 古道性情修正的這四個案 第二個方案是,文修場終於 跟這個... 古道性情難以的 就是第二方案 第三方案就是... 這第二方案差不多 就加上一個訊息 擴大那個保存 第四方案是,劉哲彤教授所提的 平台方案 他們經過三次的四次會議 兩次的非公司的繼續討論 還有兩次的檢案報告 大概花了三個左右的時間 來探討 最後呢,大概... 大家認為是... 川岸二 川岸二 就是... 維修場終於 跟這個... 古道性情難以 這個方案呢 除了衝擊比較強 那大概呢 可以... 增加保存二十棟 那我在這邊呢 也... 剛才... 我們... 我可以彈出一下 我可以彈出一下 加上百分之九十的保存 這個比例呢 是... 那我們這邊... 不是... 不是... 我們先看... 文建瑞... 緯超新路公司的... 他們提供出來 這些時間來轉換 是... 他們就是... 能夠增加保存的動數 二十棟 OK 所以... 文建瑞提的最後... 開會的結果是這樣子的 因為... 這篇篩道... 包括文化... 普及導遊 那... 台北市政府的文化局 談不及講 這個跟你們... 目前所在採行的方案 有什麼輸入嗎 或是你們為什麼會採行對面這個方案 我們這個方案... 其實是... 41.6的... 導遊的建議 是... 這方案是我們周英良... 上任的時候 我們認為... 應該... 在... 文保存上面 跟... 建議的... 建設方面 應該... 要看的一些調整 所以呢... 當時... 一個... 檢查會 那麼... 還是就是一個... 政重民意 法... 要看的一些調整... 所以... 我們跟... 呃... 曾經一起... 之後... 經過很多次的討論之後 呃... 呃... 除了... 呃... 保存原來的兩創業之外 另外在... 對... 作了... 呃... 呃... 要表达随时都可以让我知道你有意味了啦 那个关系人刚才其实包括唐部长所讲的 你是说保留百分之九十 你又要照顾到每一间门间 可是当时唐部长一直说 他们那个方案已经考虑到了各方的一些 包括阶密和国民 我本来要从什么那种角度来看 就是这个文化下的一段 如果就是一把当成一个建立馆 就是这段历史 就算一来问生死的话 那当然你做一个建立馆就可以了 这个也是就是我们才能唯一的一组 在建立馆的建立 那你要看在这一集 他们长期受到一些文化 长期受到免稀 那你这些东西你要怎么回事它们 你要整个派遍是正式 那怎么会在这一集的嘛 你如果说从三到六个月 讲说百分之九十的方案 跟同时的文化有20栋 那百分之九十的方案也一样是谁啊 为什么不行 百分之九十的方案 对于我们现在的捷运发展 或是目前规划这些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包括我们讲 我们教授你讲一下 对啊 听讲 我们应该再从历史来谈一个问题 OK 如果六十五年到七十五年 是当整卫生库 最近要对热生液 做一个关注一些 要最大的方案 所以在八十年之后 我们结议规划的时候 当时就已经把机场队位在这里 八十三年做行动合并的时候 做一个团队 不就是说当时 它比较好 原来是在这个时候 执出来 所有的机场另外在场 都没有问题 因为没有涉及到 已经在时空干了 可无可可 没有保存多少 四十一点六 所以在转动地位 只是把它拆尽重整 我们把它恢复到 增加所有的相当的机会 然后来增加百分之十五 保存也多了二十分 那另外 为让它新旧面积 把它远走在一起 我们做一个丁调方式 让哥哥 老哥哥 老老婆可以回去 就是说 你会在回去住的时候 整个经过新旧团队以后 你会在回去住 那当然我们差点提到 回去以后 我们把不新的丁调 我们的任务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 把我们这种丁调 最丁调大概一百分之一 这就是 这要到底可不可以 做这样的一个 再增加的丁调 然后就是 责义局在12-12号的时候 责义局是 新政是杨烈准 正在严厉的 已经有六成的责义 正在西东的 所以他是 事实上是台湾局 最有决定的 这个责义正在当任 他更是不会 第一个 责义不可行 为什么责义不可行 倒叉上质问 现在为了保存4-12号 我们已经往南与 当时跟六两师一起谈 说把 找到一个轨道 增加保存的面积 已经从轨道的保存 把它减乏了 第二个就是说 你怎么说 要保存4-12号 整个轨道往南与 所以刚刚把负责义直到的 往东与 往南与 是被倒叉的责义 但是现在责义局的规划是 倒叉后段的直线 要25以上 如果能够50公斤就最短 一个责义 将近120公斤长度 他必须要安全带 总案带地要凑 所以他认为在 滚在顺义上不可能的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所有的反坡定位 必须要改成 排放的方式 那只要排放下去以后 所有水保要重新做 那刚刚心目所提的说 居然可以同时升级 就是不讲 其实居然在以前在中 刚刚呆过 刚有呆过 事实上不可能说 你会影响到工期 而且现在的环保 环保定位 水保定位 是更加得到银子了 在时空上 也未将也大 OK 来